嘿,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我是老黄,一个硬核的无风扇机箱设计师 无风扇机箱是什么? 简单来说,就是箱形被动散热器 使用无风扇机箱可以较为方便地组建一台几乎没有噪音的电脑主机 把兴趣作为工作,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希望和大家一起进步 这台机箱是我的作品之一 它的型号叫UP10 早在2019年的台北电脑展上就公开展出过 很多小伙伴都在加拿大白嫖王那里见过这个机箱 对这个视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跳转 几个月前,因为我心血奶潮 做了一波帮粉丝装机的直播活动 录下了一些视频素材 今天就选出脑里的外星人换UP10机箱的那一期 希望以此分享DIY的乐趣 同时也可以作为UB10装机的小教程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一,拆掉老主机 有一说一,很多无风扇机箱的新用户原本都使用一些大厂的品牌整机 这里我们把CPU和显卡拆出来,用来组装下一台电脑 二,CPU开盖 因为这一步有一定的风险,所以新手玩家请直接跳过 什么是CPU开盖呢? 简单来说就是拆掉CPU的顶盖 让CPU的硅晶圆核心直接和CPU散热器的第一导热接触面接触 配合液态金属,一般可以让CPU的温度再下降5-15度 黑胶就彻底被清除掉 下面的黑胶已经被攻破了 没有用开盖神器,直接就打开了 这里注意一下,如果是9系列或更新的中高端CPU 那么它的顶盖是千焊的 这样还需要一个开盖神器来把它顶开 三,预处理独立显卡 先把独立显卡自带的散热器拆掉 注意,如果是新买的显卡 请务必在拆解它之前做一个充分的测试 比如这样 拆掉显卡自带的散热器后 给显卡的核心涂上导热硅石 然后再安装UP10标配的通用型显卡导热套件 这个套件仅适用于中低端独立显卡 统计在43-58毫米时间,必须为方形 前面两个位于对角螺丝先不装弹簧 它们起一个定位的作用 以免导热压块的第一接触面翘起来压碎核心 上过去 放一个硅胶垫 上一个堂皇 在四个螺丝都安装好之后 回过头来,再拆掉最先安装的两个定位螺丝 装好堂皇并调平 接下来我们来处理显存和供电的发热问题 因为脑里不玩游戏 所以为了节约成本 用导热上面胶把合适尺寸的小散热片贴到显存 还有供电的发热面上 使用中高端独立显卡的游戏玩家 最好定制全覆盖的显卡导热连接键 比如像这样 4.最小系统点亮测试 安装去掉顶盖的CPU之前 需要先拆掉主板上自带的CPU扣具五金件 这个黑色的零件就是CPU直贴保护器 用来把去掉顶盖的CPU固定在主板上 保护核心不被压碎 做最小系统点亮测试时 我用了一个UP5无风扇机箱 专用的CPU导热下压块 来充当一个临时的CPU散热器 5.预判可能的冲突 它没有半高档板 那么得手动改这个档板 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个 完全没有什么用的手工技术 全高档板了 改成半高档板 上面那尖被我锯掉了 所以直播装机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 这里有一点变形 6.安装CPU导热套件 然后我们在机箱外面 把这个CPU导热压块 转到这个地方 液态金属可以看成一种超高性能的导热硅脂 在涂抹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不要引起主板的短路 和导热硅脂一样 在足够用量的情况下越薄越好 注意轻拿轻放 以免把CPU核心砸碎 7.安装主板 这里注意 有些半高的扩展卡 在主板安装好后不太好插 所以要提前安装到主板上 作为一个整体安装到机箱里 8.安装CPU热管 这里科普一下 热管不是铜管 虽然大多数时候由纯铜制成 热管内部抽真空 注入特殊的工制 这些工制在吸热单快速生发 在放热端快速凝结 其等效导热率比纯铜甚至高上百倍 广泛用于制造各种散热器 这里要注意 热管和其他领部件接触的表面 一定要预先涂好导热硅脂 因为固体和固体的接触面上 一定会存在很多肉眼不可见的空隙 这些空隙中充满的空气 而空气是热的不良导体 可以简单理解成接触不良 使用导热硅脂即可改善这个问题 大量使用直热管的设计 是为了降低机箱的重量 同时 这些热管连接了这些分开的散热片 让它们没有必要做成一个整体 CPU导热套件在两个方向上 都有一定的活动空间 这样做的目的是 尽可能多的兼容不同的主板 因为CPU的插槽位置是没有标准的 热管特殊的曲线路径设计 也是为了避开主板上各种各样的凸体物 我的个人观点是 对于消费级五空扇机箱 其兼容性设计甚至比散热性能的绝对值还要重要 机箱的前置散热片通过L型的长热管 和侧面的散热片进行热量上的双向交换 9.安装独立显卡 如果独立显卡长度稍微超标 可以和我一样先把机箱的背板拆掉后安装 和CPU导热套件的兼容性设计类似 我设计的通用型显卡导热套件 也可以兼容不同位置的GPU核心 因客观情况和个人能力原因 我无法保证兼容所有的独立显卡 最后安装硬盘、电源 并合上机箱的顶盖 10.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这里我们成功点亮这台电脑 紧接着的烤机测试 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CPU的频率和上一次测试完全不一样 为了控制CPU频率这个变量 做一个对比测试 于是我重启电脑并修改BIOS设置 把CPU的频率固定在3.4GHz 使用Ada64单烤FPU满载烤机30分钟 记录CPU的温度为最高50度 注意,这个温度非常低 但它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为了避免误导 请大家仔细阅读以上声明 简单来说 就是CPU的频率太低 且测试的时间严重不足 非常遗憾的是 虽然这台主机在后面 做了非常详细的测试 但是因为我粗心大意 忘了录像 所以本视频大家看一个过程就好 另外这里有个花去 如果注意观察的话 可以发现脑里的这个CPU 上面的导热硅脂 好像只涂了一半 下期会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内容 比如几个月前 我组装的全球第一台完全无风扇的 使用了32核AMD县程撕裂者的电脑主机 最后插播一个小通知 上海地区想铃鸯小猫的朋友可以联系我 最后喜欢无风扇机箱的朋友请关注我 我是老黄 一个硬核的无风扇机箱设计师 那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